Hello 大家好 我是Sabrina 今天這一集呢是來介紹一品最近在巧質感上面有得獎的一個品種 朱如黃月 朱如黃月可以看到我手上拿的這一支呢大概是兩年半 朱如黃月也是很多網友跟我敲完說想看它的養護方法 所以我們今天就製作成一集 那首先先介紹一下朱如黃月它的來源 朱如黃月是由黃月包子苗裡面特選出來的 它就是基因圖片特選出來的朱如黃 這一支的話它的來源是來自泰國瓦那園區的朱如黃月 可以看到我們有它一系列成長過程的照片 可以看到它從剛來這一支包子葉到現在只不過不到兩年的時間 那這期間其實我們也經歷過兩次減少 原朱如很容易遇到一個問題就是它的臉會容易壓到它的手 可以看一下過往的影片 就可以看到上面 可以看到嗎 就是我們感覺到你的來源 太上元 水啊 太上元 了 竹鲁黃月的形態啊 完美呈現出黃月這一瓶他本身的特色 因為黃月就是一個非常細長型的一款 你看他的竹鲁黃月的手也是屬於非常細小 然後他很好玩就是他肘啊長長的之後 旁邊會突然插出一小巢像這樣子 其實我們癢下來可以看到照片 從他小到現在差不多一年八個月 這一顆前三個月的時候我們是放在溫室的癢質 但是因為溫室他的溫度啊有時候會忽高忽低 那其實對於這種朱鲁款最重要的是 溫度要給他涼爽的環境他才會生長得好 因為本身是朱鲁的話就是一種基因缺陷 相對來講比較膠軌 那是在後期我們三個月過後我們終於有冷氣房 然後把他移到冷氣房內保持25度的恆溫環境 他才開始生長速度整個是加快兩倍的感覺 那他的環境啊是在25度恆溫 然後我們是用150瓦全光譜的植物燈 他都是放在最上層距離大概55公分左右 然後我們都是光照開20個小時然後讓他休息4個小時 就我們的觀察他真的算是蠻耐高光的 因為我們都主要都是放在第一盤 當照下來的時候其實沒有發現他有任何一點太高光會呈現出的畸形 或是他的顏色會變藍木色 那這瓶的話是你給他支霧燈他會長得非常的快 他的施肥啊其實跟我們前一部影片就是關於育女的施肥是一樣的成分 都主要是B1加B4然後西式 每次泡盆都一定會加肥料 像他這個膠水啊我們也不會讓他屬於維持的狀態下 我們主要都是讓他乾燥之後才去泡盆 那其實這種啊強施肥的話他會有個問題就是你可以看到他水胎上有非常多的青胎 那這青胎太厚的時候一定期一定要去把它做修剪 像這個已經全部都修剪過一次了 那馬上又可以看到長很多新的 然後他青胎這個太厚會造成水分進不去 還有他整個植株的根系也沒辦法好好的透氣 這一點也很重要 那青胎太厚其實對他的植株來講很健康 正常我們其他那種上豪版薄薄的程度都是ok 這一瓶還有發生過一個很好玩的事情 就是呢他當初那時候來了快一年的時候啊 他在這裡長出了一個側芽 看起來很像側芽很白些絨毛很多 然後我們也問過很多人就說 欸這應該不會是包子鳥就別人家的老王 因為他看起來就是很像他的小baby 結果呢越大又覺得不對勁怎麼分岔完全不一樣 前期的時候一定要好好地判斷清楚 然後只要不是他的正側芽是包子鳥飛過來的話 在小的時候就一定要把他清乾淨 要不然等他再大一點啊就會很難去辨別 給大家看一下這一版 這一版就是當初我們朱如黃月身上不知名的側芽 你可以看到他其實也非常白些龍毛很多 所以當初才被我們誤認成為像他的正側芽 你可以看一下他的花牌名字非常搞笑 好 朱如黃月身上不知名的側芽 包子鳥 包子鳥 對對包子鳥 對包子鳥 腹部翔母不翔 但好像也蠻漂亮的啦 龍毛很多 可能在陽覺點看他形態會變怎樣 然後補充一點就是我們植物燈的位置啊 其實我們家植物燈很多都是補在正上方 但正上方的話他會稍微讓他的姿態是微翹 因為我們之前放比較遠他的手就會突長去追光 反而會讓他的手的形態拉太長 我們都會從上方補光 再來呢就是朱如類型啊 都一定會像我們之前講過像真寧那支影片 都一定要去幫他塑形才會好看 當然這些隻朱如黃月也是一樣 從下面都會有一層一層的拉線 讓他的形態是往外展開 有時候葉子真的不一定朝你想要的方向生長 有時候會扭啊會蓋下來 我們都是這樣清新的去幫他做一個輔助 我覺得現在形態很漂亮而且非常對稱 我覺得朱如黃月的話 他是一款比較秀氣一點的感覺 那我們這一隻朱如黃月 最近也終於開始長徹芽了 不是包子苗 這是可以很確定的就是 他開始生寶寶了在後面 那講到這邊啊 就順便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撇步 就是因為鋼欄很好用 他四面八方都可以生長出徹芽 但是啊有一點就是 如果你是掛著的 然後後面長出徹芽的時候 每次掛在牆壁上 其實都會去擠壓到他們的空間 有時候也會不小心壓死 所以如果開始你的植株後面 有開始找徹芽的時候 就可以在鋼藍的旁邊 找一塊壓克力板 然後你就打洞 然後你就用一個塑袋鎖器啊 然後四個角這樣都有 所以你再掛上去牆壁之後 他後面還可以維持個三公分的空間 讓側芽有生長的空間 這點蠻重要 因為之前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有時候沒注意到 就覺得 就掛上去 然後你常常背板 就會壓死這些小鴨點 因為鴨點其實是最脆弱的 這種小背臂這一段 這個方法蠻推薦給大家的 可以看到嗎 壓克力板 那今天這一集啊 主要是介紹這一瓶高端的鹿角角 給一些比較進階的玩家們 那其實豬蘆黃月啊 我覺得他照顧上沒有太大的問題 因為他也沒有出現 之前的牙頭疑味啊 然後鈣牙點的問題 其實主要就是溫度維持得好 你保持著大概不要超過三十度的溫度 在恆溫的環境下 他生長速度就會非常快 然後光照的位置 然後他的形態可以兩邊均勻受光 再來水分跟肥料 其實就跟我們一般的鹿角角養護方法是一樣 最後一點就是他的塑形 塑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小配包 那其實頻道創立的初衷 就是希望把我們好的養護經驗分享給大家 讓大家都可以養出漂漂亮亮的鹿角角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掰掰